民进党今天其实也有重头戏 是要宣布新的胜利军加入 由太阳花学院领袖林非凡 来担任党内的副秘书长 只是过去好几次批评民进党的他 如今又选择加入绿营 还接任重要的职务 面对外界质疑林非凡则认为 他之前的批评其实都是养分 如果过去毫无批评的话 民进党今天也不会需要他 至于听到韩国瑜确定代表国民党出现选总统 林非凡则是开玩笑说 韩国瑜曾经说他是唐僧 那如果韩市长真的是唐僧 有九世元洋童子生的话 那真的会很难打 这句话酸度破表 正式加入民进党并接任副秘书长 太阳花学院领袖林非凡 做出重大决定 全是因为这项关键 台湾面临中国的扩张 与内部转型的多重困境之下 我愿意在这个时候 接下来这份工作 跟大家一起努力 平平低头看稿 神色紧张 林非凡就连坐在一旁 也不时鸣嘴深呼吸 说服的过程也历经多方交涉 我特别要感谢 卓主席跟文家秘书长 在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我思考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那也让他们非常苦恼 只是过去好几次骂民进党 被网友整理出 从2014年以来林非凡至少十次炮后论营 引发外界质疑 加上时代力量立委洪慈勇感叹 四年来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之后和时代力量的界线又在哪 我想跟时代力量的很多的伙伴 其实台湾的整个政党政治 党力竞争应该要更加健康 选举是一时的 我们要寻求更多的合作 可能是在政策上面 我希望我过去所说的话 能够成为这个政党 往下一个阶段去的养分 记者会的同一天刚好是 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公布 听到韩国瑜出现选总统 林非凡不惊狂酸 他讲这个唐僧的故事 这个唐僧的了不起的地方 这个九四元洋 那我只有一个心得 就是他如果有办法 这个做到九四元洋的话 那就更难打了 党内注入心血 总统蔡英文 党主席卓荣泰乐观其成 我觉得年轻的一辈 愿意投入公共事务 我们都正面的看待了 所以我相信这些新的力量 会在以后产生他们 最大改变民进党的力量 时候缘分齐发 民进党加强执政续航力 并增添新胜利军 备战2020大选 记者周九向三台北采访到